好同學,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環狀複製排列 代表性的物件就是齒輪 我們現在先畫一個圓盤 然後它的厚度也是5 然後它的直徑是50 接著我們想要挖一個齒形的話 那這個當然是很簡單的 繼續使用生長塗料 然後點擊之後,我們把它畫在12點鐘位置 點這裡 這個大小一樣,我們先做一個一致性 譬如說5 50跟5這樣子 然後讓它貫穿 好,這個好像把它咬掉一口 那這個怎麼環繞式呢? 這個當然是不會有問題,等一下才有變化 那現在我們先做基本版就是環狀複製排列 環狀複製排列最重要的就是 請問你的方向在哪裡 這時候我們好像沒有方向可以用 因為其實它最需要方向就是一個軸心 因為要繞著跑 那就是我點它的側面呢 這個也算是一種方向的約束 因為我選它的側面 它側面不是環繞式的嗎? 那就看有沒有偵測到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 我們要給到24個 那你的特徵跟面呢? 它就這個啊 一樣,我們去挖了這個洞 好像就有了 所以選旁邊是可行的 可是比較正統的是 你要畫一個軸給它 那是更好的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畫 先暫時用這種 那個齒型就出現了 好,那現在請同學試試看 最簡單的環境陣列 等一下再做變化板 畫面還給你 增長的齒輪會輕量化 你看那個自行車的大齒輪 可能長這樣 這個材料不用錢嘛 而且做這樣 強度也沒有比較高 而且 就是 它的厚度喔 必須要在合適的地方 做一個穿動動作 那現在我們先把中間 因為要穿過軸心 先把中間這個畫一下 好,那除了這裡沒有問題喔 這裡通過自己設計一下尺寸 我們怎麼會講一下尺寸 譬如說15好了 這個稍微不一樣 沒關係喔 把它貫穿一下 接著我們畫一個空格就好 就是做一個除料空格 那這個一樣還是除料 不過它的草圖比較複雜一點 好,那同學先畫出一條 中線 這個中線喔 是拿來對位用的 大家知道意思嗎 這個是對位用 接著喔 我們再畫出一個斜的 斜的角度線 你看你要做幾個嘛 假設我要做123456 做6個 那每個當然就是60度 這個同學 在這個地方喔 我上一上 一條60度線 那這條60度線呢 你要去標啦 不然怎麼會知道65 就這裡跟這裡是65 那我現在就把它均分成6格 可是 你不能喔 剛好在這裡挖一個洞 那這裡就直接破掉啦 就是 你每一塊跟每一塊 剛好完美結合的話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要有個偏移量 那偏移量 那偏移量同學可以自己決定 那我們現在來繼續偏移它 偏移這裡有嗎 有 那我們就來偏這一條 那這個數據的話呢 同學可以自己決定一下喔 譬如說我給二行 那我這條要偏 我兩條都要偏移 圓移圖圓 點這裡 然後是往那邊跑 那這裡有一個反轉方向喔 都要往內跑啊 因為要做出是一個內縮的造型 然後這樣有 然後這樣有 接著我這裡還需要兩個弧線的支援 我們可以畫圓再來修剪喔 然後再畫兩個圓 也可以用偏移的 我說我要偏移這個圓可以嗎 都可以 同學如果你要用偏移就一字 一字清一字偏齁 那 我還是二 這樣比較好記 我又偏那個圓了齁 然後再把這個圓再往外偏 那這裡就不是這裡 這裡希望到達它的外邊界這裡 那這個假設我們就一直推嘛 推看多少合理 十一或十都OK 這裡數據喔 同學可以隨意一點 就是說你做得出來就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全部推移完之後呢 我就得到一大堆線 我得到什麼線 兩個圓 兩個中心線 跟兩個直線 這個時候同學呢 就是把你的剪刀拿出來 然後開始滑 滑到它變成一個封閉造型 就是利用這種方式來修剪它 然後你在修剪的時候 你發覺欸 它為什麼不能滑 因為它沒有停在強力修剪 強力修剪是使用率最高的喔 點強力修剪 那這樣就可以滑 你看 我這樣滑過去那就消失了嘛 這個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 也不要滑太快 你滑到 你不想要的全部砍掉就好 那中心線可以砍都可以 那我這個形狀是不是出現了 這樣好了 那這時候我就給它做一個 打勾動作 看它能不能挖穿 能挖穿再說 那同學呢 如果它挖不穿 代表說這個線 可能會有 有瑕疵還是怎樣 那生長除掉 我們是選這個 這樣可以挖穿嘛 那我剛才做的形狀 同學呢 把這個做出來 這個 不是難是煩喔 就是說你現在畫中線 然後便移 便移便移 全部便移滿 完之後 再合適的修剪 讓它成為一個 不錯的形狀 好現在同學呢 把單一的 要輕量化的架構 先挖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正列 那你知道它的角度 佔了60度 我又輸 幫我告訴你 如果說你的洞呢 這個是挖不出來的 請把這種多餘的線 滑掉 清乾淨就對了 這裡 照理想都不應該有這些線 那這是標註 這個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 這種多餘的標註 也都可以刪掉 因為這個是它本來的 那它是在偏這個距離 不刪也沒關係 尺寸是還好 可是這種 黑線藍線這個一定要乾淨 不能有凸出的線條 不能有多餘的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 沒辦法做挖動動作 好 那現在如果這個成功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做四個圓角 同學的圓角 從這裡處理一下 那圓角相似就是這個 那 多少同學自己決定 我把它做完 好 圓角製作完畢 接下來把這個 做六個陣列 因為本來設計60度 那60度當然就配合六個 那我們這時候打開呢 環形陣列 環造複製排列呢 方向在哪裡 這個吧 找圓就是最有效率的 那這個就是跟剛才一樣的概念 找圓柱面就有軸心可以用 不然就自己生一個軸心出來 好那接著 24個嗎 不是六個而已 特徵跟面呢 那這個就要選 剛才做完的這個除料 還有嗎 圓角 就是 這個也想收納進來 他們知道意思嗎 那我這個就點 那點完之後 你發覺它也有圓角 所以這個越南已經決定 它做出來的形狀了 請同學呢 看到圓角在打勾 不然你等一下還不知道再做一次 所以先把它收納進來 讓我們看一下 這樣才有效率 你看這個一下子就做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要分開做要做半天 請幫我試試看 我把齒輪挖成這個形狀 大概通過都有看過 換成為你